近一年海景房的主机非常的流行 大部分的海景房电脑配置 动不动就是8个10个的机箱风扇 要知道好的机箱风扇并不便宜 动辄几百亿八 当然海景房风扇装满很大一部分了 是因为颜值的需求 那如果我们是常规的机箱 有没有必要装机箱风扇 装满之后手艺是否最大 实验验证传说 Hello大家好 我是刚蛋 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 我们在给自己讲讲文的同时 是不是也想过给电脑也讲讲文 众所说之给电脑降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空调 不对装机箱风扇 不扯毒子夏天快到了 电脑装的机箱风扇和美装机箱风扇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如果说把机箱风扇装满 是不是温度就最低了 今天我们直接用对比测试找到答案 为了让测试结果 更具参考心 在这里同配置我们分别准备了两套方案对比 一套水了一套风了 看看在两种散热方式下 机箱风扇的作用是否有区别 同时测试的配置 我们在贴近主流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选择了发热量较大的 CPU选择的是13700K 薄屏满载功耗125W 风扇主搭配的散热是ID控制 SE556热管 水扇主则是一把酷冷的360延伸 显卡影尺新耀 RTX4080满载功耗320W 其他配置如视频所示 Z790的主板 内存搭配的是阿斯加特最新的产品 ROG吹雪联名款第五套条 有一说一 这一款内存在吹雪联名当中 颜值可以排第一梯队 灯带是8颗独立的灯珠控制 海力士的A代颗粒 能更好地面对铲皮3.0 固态则是来自影池的新耀 XS Pro 1TB 为了让测试的条件更苛刻一些 机箱我选择了一款 相对门惯的产品 爱国者K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套 接近500W的配置 在布装机箱风扇的情况下 是怎样的一个温度表现 当前的室温26.6度 13700K 默频状态下 我们分别测试了三种场景 A.64 CPU单烤 Mori日常生产地渲染 CPU高负载情况 FORMARK显卡单烤 Mori游戏时显卡全负载 A.64加FORMARK双烤 Mori极限负载情况 经过三项测试 结果如图所示 我们将以现在这两套 三种数据为基准 来看看机箱风扇 对温度的影响 但在此得先证明一下 这两组数据呢 只是作为基准的参考 之间并不具备对比性 因为手上只有这两款散热 风冷组用的是 百元级别的溜热管 而水冷组是一把 千元级的360 首先先看风冷组 很明显百元级别的溜热管 压满载的13700K 单烤是压不住的 经过一个小时 A.64单烤 CPU的温度99度撞墙 29%的降频 实际大合5.1 小合4.1 显卡单烤一个小时 温度最终成绩为69度 频率2580MHz 功耗317W 而双烤 A.64加FORMARK一个小时 可能受显卡热风影响 虽然显卡的温度依旧是69度 但CPU的单烤更为吃力 降频来到35% 大合只能稳定4.7 小合只能稳定3.8 再看水冷组 毕竟旗舰款都360了 一个小时A.64 成绩为87度 频率也正常 大合5.3 小合4.2 均泡满了13700K的性能 可能是冷排风扇 也起到了一定的排风效果 显卡的温度 对于风冷组更低 来到了63度 频率2580MHz 296W 而双烤呢 显卡温度依旧63度 但受限于显卡热风上升 CPU的温度来到了95度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同样是这两套配置 装上了机箱风扇后 温度到底有多大的变化 在这里做测试的机箱风扇 我选择了一款 主打性能的产品 酷冷之孙 莫比乌斯120OC 这一款机箱风扇 是今年3月新发产品 标准的12025风扇 转速高达 正负13200%的同时 一样能保持静音 对比同系列其他型号 它还新增了一个 三档调节控制器 和支持中生之宝 风扇的安装方式呢 根据我们之前测风道的 那一期视频得出最优方案 我们分别设置了两种 一种是走性价比路线 只安装一个后出风口 用于机箱的排热 另一种呢 则是传统的风道 前三后一 首先我们先来看 单安后出风口的温度表现 测试数据如图说是 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风扇主 在装上尾部机箱风扇后 可以看到A.60 CPU单口 虽然依旧99度装强 但降频从29%来到了26% 频率也略微有所提升 大核来到5.2 小核来到4.2 显卡单烤的温度 也有原本的69度 下降至64度 双烤状态下 CPU从撞强降频35% 来到降频32% 同时核心的频率 也有原本的大核5.1 小核4.1 提升至大核5.17 小核4.0 显卡的温度也再降5度 来到64度 可以看到 在装了一把后风扇后 整体的散热提升约5% 虽然CPU的温度 依旧是撞强降频 但也有所改善 而显卡这边的收益 相较要更大一些 大约提升7% 根据热力图的大概分析 无风扇的时候 整个机箱内部的排热 均只靠双塔和显卡的风扇排出 热量排出的速度较慢 反复吸尾流的几率很大 而增加了尾风扇后 整体的热量均是靠近机箱尾部 虽然热空气上升 CPU的散热依旧是吸尾流 但显卡吸尾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再看随冷组这边 可以看到 Ada64CPU单烤从原本的87度降至86度 显卡单烤温度由63度降至62度 双烤状态下 CPU从95度降至89度 显卡依旧保持了63度 整体散热提升大约3% 同样 根据热地图大致分析 在无风扇的时候 整机散热均是靠轮排的三把风扇排出 相当于CPU一直在吃显卡的尾流 而装了一个后风扇之后 整体的热量向后移动 减少了一部分轮排吃尾流的几率 但可能 这把360的性能确实挺梦有的 所以整体的收益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把风扇装满 是否会让整机的散热收益有所提升 采用的风道呢 为前三后移 测试数据如图所思 首先还是风扔住 装了4把莫比乌斯120OC后 虽然CPU依旧显示降频21% 温度98度 但好在频率终于跑满了 来到大核5.3 小核4.2 而显卡呢 则来到了63度 双烤下CPU的温度99度 降频29% 显卡62度 对比可知 4风扇下单烤 CPU对比未装风扇 降频幅度从29%来到21% 降频幅度减少了8% 对比直装一个风扇 降频幅度减少了5% 显卡方面 4风扇下 对比未装风扇 温度低了6度 提升为8% 对比直装一个风扇 温度低了1度 提升为1% 而来到双烤项目当中 4风扇下CPU降频29% 对比未装风扇降频幅度减少了6% 对比直装一个风扇 降频幅度减少3% 显卡温度 对比无风扇 低了7度 提升10% 对比一风扇 跌了2度 提升2% 同样通过热地图的大概分析 前传后一的风道组合下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机箱内热量的变化 显卡和CPU的冷风量明显增多 CPU吸尾流的现象 也是明显改善 再看水冷组 装了4把莫比乌斯120OC后 单烤下CPU温度82度 显卡62度 双烤下CPU温度84度 显卡60度 对比可知 散热性能提升5% 显卡则是持平于一风扇 低出无风扇1度 而来到双考项目当中 四风扇CPU温度 对于未装风扇低了11度 散热性能提升11% 对比一风扇 低出5度 性能提升5% 显卡则对比一风扇 和无风扇 低出3度 散热性能提升4% 通过热地图来看 前传后一的风道组合下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机箱内部的热量分布区别 加满风扇之后 显卡和CPU的进风量 明显是有所改善 而机箱内部的整体温度 降较之前也会更低 OK那么经过以上的测试 我们来回到 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电脑装机箱风扇 与不装机箱风扇之间的温度 区别到底大不大 我们把所有的测试数据 放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到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只是风扇和水冷的侧重点 少有不同 风扇主机装了风扇之后 显卡CPU的散热受益均还不错 而水冷这边呢 CPU散热受益更大 OK那我们再来到 开篇的第二个问题 怎么装更划算 是装一个还是装满 风扇散热从数据上来看 装一个性价比最高 无论是单烤还是双烤 提升的幅度是最大的 当然装了四个散热之后 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可能也是这一款散热 压不住13700K导致 来到水冷组 可能这一把水冷 原本性能就比较猛 所以单加一个出风风扇 貌似不通不雅 而风扇装满之后呢 进风量更大 整体的散热才均有所提升 所以如果你的机器 也用的是一款比较好的水冷 可能风扇装满 收益会更大 当然在这里肯定有朋友 会提出疑问 加装了机箱风扇 会不会增加主机的噪音 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会有的 我们本次用于测试的 莫比乌斯120 OC呢 其实静音效果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金属马达搭配双滚主走程 且风扇的扇框 也均有做防震的设计 我分别记录了 装与不装的双烤噪音对比 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感谢观看 OK那么本期关于机枪 是否需要装机枪风扇 到这里也传播结束了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 十几张测试的图片 但测试只能花了三天的时间 感谢你一键三连 当然同时也希望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同时呢 有不同的想法 看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弹幕留言讨论 我是钢单 我们下期再见